先從這個團長來挑戰吧 明天學測的朋友,辛苦你們了 沒有學測的朋友有沒有 欸,我先來問一下一件殘酷的事實好了 你們有開始放假的朋友 可不可以在聊天室幫我打一波加一 好吧,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已經是可以跟我們今天 嗨到很晚的 來來來,我看一下加一的朋友有沒有 那如果學測生的話 你們趕快去睡好不好 祝你們明天都可以考得還不錯 可以嗎 好多喔 所以今天你們可以跟我們海島 你可以跟我海島很晚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幫我們按個讚嗎 現在就有三百多位的朋友幫我們按個讚了 謝謝你們 這邊就稍微洗一下技能 好,那找到褲子頭之後 我們再手消六combo把它給帶走 前面大概也挺輕鬆 六直行的 直接帶走 欸等一下,這個好像少一combo欸 差一點,好 沒問題 已經放假一周了 太好了 那今晚我們可以一起到很晚了吧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第二關這邊是這個不能手消心 但其實還好你們用疊住的方式也可以把它給解決掉 啊其實這邊不用洗太多技能啦 因為 等一下有技能重置 所以這邊洗一洗大概只有第三關 第三關可以用啦 主要是洗到這個馬騎跳起來就可以了 那在拼盾裡面拼的是 你必須會克制敵傷屬性的符石 那也就是火珠嘛 所以我們要把火珠給拼進去 好 那我們就開個常用增傷就可以直接把它給帶走了 等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這 應該是這樣吧 好 這個拼盾有點亂 好 有了 那開了一個常用增傷之後 把它帶走 應該沒有問題 第四關就是開啟技能了 不過這很麻煩啊 這個 它有那個燃燒 越燃燒越多 所以這邊的話 啊 我們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洗到這個 或 窩金 差點講成別人 窩金跳起來才有辦法夠啊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有耐心一點摸吧 那今天要多消一點珠子 那就可以 有減傷 有減傷 沒開 開始 打得有點痛耶 我有點怕它那個 欸 有點怕它燃燒太多 其實如果燃燒到太多的時候 你們 可以考慮 開一個那個 可以考慮 開個龍科 我帶的是 九風王的控場龍科 好 這邊一直有新珠啊 那這對暗珠也是回血珠子 所以基本上 應該是有辦法回回來的吧 呵呵呵呵呵呵呵 為什麼不帶飛毯也是可以帶 也是可以帶 都行都行 飛毯或者是 哇哇哇哇!好燒 飛毯或者是這個窩金都行都行 不過窩金的CD是不是 對窩金CD也是很短 所以其實都都是可以帶的 好 盡量消除 有了 差不多來解決它了 不過這個暗珠好少 可我們可以用牌珠一下 不過它有點燒欸 這一定要燒到新珠啊 不然就沒有攻擊了 好 還不錯 這邊帶著走吧 它想要多少 Fuck 在哭喔 欸是 我們在開一個 Fuck 早知道多洗一回合是在 慢慢磨 阿真的不用怕啊 它那個血量我們打爆它啊 所以這邊可以一直洗技能 洗到那個 窩金再一次跳起來就行了 它是血量越低 然後連擊次數越多啊 我們打爆它的人 那就不用怕它了 咳 真的比較怕 比較怕的只有一種情況就是 同時卡暗又卡心 剛剛在電梯樓梯摔到了 哇 好痛的感覺 祝你早日康復 這邊就是 有耐心一點 火北跟切下沒問題 都有辦法過啊 這一次應該蠻簡單啦 只要 你隊員能夠 打出火的 基本上你看這邊也可以磨嘛 所以 問題真的不大 這一次真的 這一週的算簡單 畢竟卡片好像也沒有很強齁 所以簡單好像也很合理 好 這邊我要再抖它了 應該帶著走吧啊 喔破音 應該帶著走吧 這個 不要鬧喔 這帶不走 我要生氣囉 它才6千萬 比剛剛血量還少 所以這絕對沒問題 我打了5億耶 它才6千萬 超異傷啊 好 再來是這個 無法控制 然後復活三次 每次都會中毒 一直中毒一直爽 反正就是它一直打死它就對了 那我們有帶這個 常駐增傷的馬騎 就還好 這邊就是一直尻就對了 這個 如果你攻擊珠子不夠 還有 團長可以轉出來 更甚至龍科也可以轉 好 繼續 它這個 我們有暗珠可以回血 暗珠多消一點就行啦 暗珠多消一點就行啦 五百戰了 謝謝大家 五湯晚上好 美版權嗎 這美版權啊 這個是那個 風神系列的 那個 對啊 那風神系列的 音樂沒有版權 應該不是說沒有版權 是 它這隻蛇魔內建的 所以不會被抓 五小橋應該也沒問題過 他是不是還會再復活一次 這我應該就可以帶走它 這暗珠超多的耶 掰掰 跟大家說掰掰 就簡單的磨一磨 就同化啦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這隊 其實 算是簡單 但我不太 我一直不想想說 超簡單 感覺好像在 refrag 它最後好像大概是 三億左右的血量耶 我看那三億打得很勉強 所以你最後還是 開個爆發 像是這個 痾 借王拳之類的會保險一點 但我剛才暗珠夠多 所以我想說直接 直接消了啊 這邊科特開起來就對了 這個 新珠 水珠 跟暗珠都是一消的部分喔 所以這三種珠子 你就 多多的隔開來 這樣就會有 這個 很多 很多的 combo術了 但是我剛剛有一個 沒 鎖定沒有用到 好吧 這都是異傷啦 Yeah 欸 好輕鬆喔 這麼輕鬆 是可以的嗎 好 我們來 呃 他有庫里頭是吧 那我們就這個 開這個 然後他 王二是有一個 龍脈吸收減傷 所以你這邊一定要開龍科啦 那我們就開個派克洛達 那這個是 喔Fuck 欸 嗯啊 欸欸 欸 木珠 木珠是哪一個珠子啊 等一下 是不是 等 欸 我剛才不是 暗珠轉出來 照理想不是 WTF 好 總而言之我覺得 應該木珠沒有太多吧 還是木珠是新竹 等一下 木珠是哪一個珠子 工錢盾 工錢盾擋得下來啊 喔 欸 他是工錢盾喔 是木珠啊 所以沒變 他攻起來很盾 現在攻他 好 反正總而言之 我們要被他打到就對了 那我們有減傷應該可以擋下來吧 可以 你看他沒有褲頭 好不好 木珠是木珠 所以這邊我們要疊珠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現在活著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點G8 沒事兒 沒事兒 沒事吧 好 我們要把暗珠疊到這個旁邊 然後 火珠 木珠 光珠 我盡量多消一點 那個減傷才會出得來 欸 這 這減傷 這有嗎 沒減到 fuck 我們要減 我一直 啊 今天有一點點尷尬啊 朋友 啊 鐵木珠還要消格子 有點難啊 有點難啊 我們這邊就 呃 先來 那個好了 現在疊疊疊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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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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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這我想會死欸 你們怎麼看 呃 沒死 太神了吧 那我要 記憶彈一下囉 那我要彈他囉 有喔 這個他要死囉 換他GG了齁 哼 反打一波 還敢鬧啊 呵呵呵 下去 欸 等一下 就不要Refrag了 還有王二齁 啊 這個王一記得要開龍哥就行了 那應該就不會GG了 呵呵 我們的影片 是要跟大家講 各種要注意的地方 對不對 看完印象深刻 既然記得開龍哥 什麼意思 好 走著機單是在帶走他就對了啦 好不好 像有的爆發 都給他開下去 啊 不要消木珠就行了 但是版面上好像沒木珠欸 真的太佛心啦 好 uh 他準備 欸 去啦! 欸 等一下 它是什麼? 啊 什麼念啊? 對! 就去了 讚! Woo! 怎麼那麼簡單啊! 太簡單了吧! 不是我要講欸 這關卡怎麼那麼簡單 好 第一次打 就是操作上面有點不熟悉 大家見諒一下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影片應該就會更懂 這個要怎麼去通關吧 有些小細節我們在影片中都講到了對不對? 零食欸 第一次打就零食 第一次打就上手 呵呵呵